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十三香龙虾的详细做法 首先我们用专业的工具 把龙虾刷洗干净 特别是肚子这一块比较容易长污垢 每一只龙虾都需要认真的刷洗 如果是在家里制作 可以把龙虾的筛和爪子给它剪掉 正宗的虚余十三香龙虾 是不需要抽出肠子的 去除肠子的龙虾 它的肉质会比较松散 没有Q弹的口感 也就是没有了灵魂 小龙虾清洗干净过后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生姜、葱 少量蒜子还有一个青椒切成滚刀 今天是烧两斤龙虾 还准备了十三香粉料 大约30克 它是由八角桂皮香叶白子豆蔻炒果 小茴陈皮三奈当归丁香 紫然胡椒粒香菜籽 多种炒本香料调配而成 还有最后加入的十三香龙虾 出锅油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烹饪 熄火热锅加入多一些炸东西的油 油温五六成热左右 下入龙虾给它轻轻的炸一下 注意油温不能太高 不要炸的太干 经过炸制的龙虾呢 它的颜色更为红润 比较容易入味 饭店大批量制作呢 这样子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家庭做法可以忽略 龙虾轻轻炸过以后倒出控油 不用洗锅加入适量的油 最好是菜籽油啊 下入生姜葱用中小火给它煸炒 激发出香味 生姜葱爆出香味以后呢 紧接着加入适量花椒 还有辣椒粉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 不喜欢吃辣的呢 也可以不放 加入适量豆瓣酱 大约50克 增加它的酱香味 还有汤汁的色泽 然后用中小火煸炒 炒出红油 尽量多炒一会 把它们的香味全部激发出来 前面忘记和大家说了 如果是专业饭店 可以用这种铝锅 烧出来的龙虾不容易发黑 充分煸炒过后呢 紧接着加入半瓶啤酒 这个时候豆瓣酱的颜色 就会马上出来了 然后加入清水 水的用量呢 能没过龙虾表面即可 根据你烧的分量多少而定 紧接着我们转大火 把汤水烧开 让它煮五分钟左右 把里面的味道全部煮出来 然后用一个蜜肉 把里面的料渣捞去不用 这样呢 烧出来的龙虾就比较清爽 不至于乱七八糟 然后倒入龙虾 给它煮制 然后呢 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盐两勺 大约10克 由于龙虾比较难入味 大家可以尝一下汤汁 要比我们平时烧的菜要咸一些 加入味精一勺 家庭做法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白糖的用量呢 要多一些 要两勺 这种青壳虾 我们只需要大火烧制五分钟左右 然后倒入13箱粉料 如果是比较大的红壳硬虾 比较难入味 我们需要延长一至两分钟 给它烧制 大家看一下 正宗的虚鱼13箱龙虾 汤汁应该是这种带点金黄的咖啡色 不需要加老抽 如果颜色发黑 也是不对的 下入粉料以后呢 再烧一分钟左右 下入蒜子和青椒 最后再加一点龙虾专用出锅油 家庭做法也可以不加 再次提醒大家 烧龙虾的总时长 在七至八分钟左右就好 然后关火离火 让它浸泡八分钟左右 经过浸泡的龙虾呢 会更加的入味 更好吃 已经浸泡了十分钟 汤汁的味道已经完全渗进去 这个时候可以出锅 一道非常废啤酒的13箱龙虾 制作完成 精彩短暂 创作不易 如果喜欢我视频 请给我加加关注 点个赞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谢谢啦